同月减少4.2% 财政部公布8月份出口246.9亿美元 还是比去年同期还要低 宣告已经是第六个月出现衰退 原因之一就在于轰达店的业绩 它的营收大概会减800亿 不过实际上是减了930亿 一到七月 偏偏8月份轰达店营收又比去年下滑47% 原本政府信誓旦旦 8月份有机会终止五连衰 美梦又破灭 加上台湾出口中国的比重高达40% 位居亚洲之首 引发在野立委痛批 中国减少对台湾地区进口原料 以及中间产品 中国他们以进口替代的政策 只从中国地区来掉料 而没有从台湾地区来进口所造成 现在正在自食恶果 证实说我们过去对中国的 这个依存度太高 国发基金编了100亿说要救经济 这也是表示政府的这个经济的思维还是走老路 只想透过扶植跟协助少数特定产业 而不失整个产业结构调整跟人才杂根 连行政院要拨出100亿元拉台经济也不被立委看好 但是行政院长陈冲还是有套自己的解释 从年初开始我们就开始经济部有一连串的措施 把市场去做分散 主要在这个新兴市场方面 今年如果算到7月底的话 我们大概出口大概衰退5%左右 但是我们在新兴市场方面是成长将近3% 所以这个其实就表示说我们这个努力 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院长认为已经做好风险分散 不过还没有看到成效之前 可以确定的是全年出口正成长已经回不去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